大家好,今天来讲一讲中国足球 说到这个中国足球啊 那简直是天上地下,矿谷硕金 空前绝后,绝无仅有啊 今天我们不聊有关中国足球如何如何差劲 为什么差劲啊,什么原因啊 什么什么制度问题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聊这些实在是太没意思了 今天我们聊一聊中国足球和崛起大国之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啊 中国在维尼熊以前是属于那种两边舔局 舔到了一点没消化的大便 就属于占到便宜那种两面人主导的路线 但是呢,伟大的一尊维尼熊上台以后 中国人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在两边舔局了 完全可以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亲自撅起 对吧,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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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怎么能没有一点大国崛起的姿态呢 然后很多人就要说了 崛起就崛起呗 不就是那种又恶心又下贱的姿态吗 还能有什么姿态 问这种问题的人 显然是不了解中国无产阶级的本质 秉持着为人民服务的决心 越南人民也是人民嘛 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服务 这就是为什么 越南队能够轻而易举的射进三分 真是射得舒服射得爽啊 崛起的对手果然是不同反响 越南人民表示很满意 那有的人要说了 不是中国队还尽了一球吗 对了 这就是崛起大国和崛起一般国之间的区别 我们要从中国无产阶级的内心深处 去了解事情的本质 崛起是为了服务 对不对 那既然是服务 那用户体验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打个比方 假如让越南队面对一块像死猪肉一样的中国队 那用户体验能好吗 就算人家勉强射进去 能射得开心吗 所以为了让用户得到最大程度的满意 也为了证明中国队是超越了死猪肉一样的强大存在 中国队也在高潮之余射了一次 可别小看中国队的这一射 这可是让用户满意的一射 这可是崛起大国负责任的一射 是具有伟大的 历史意义的一射 讲到这里就有人要问了 那他这个崛起大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崛起大国的终极傲益究竟是什么呢 终极傲益 这只会亲自不俗亲自撅起 让对方射 这就是这个崛起大国的终枪